嘉义一名女高中生补习班下课后 站在公园旁等待家人 突然一名男子上前搭讪 说自己很有钱 要求对方当他的女朋友 学生拒绝之后 男子居然把他强压在地 幸好路人经过大声喝斥 才骑机车逃逸 也让女学生吓得花容失色 这名身穿黑色上衣的男子 因为情绪不稳定 竟然在人潮众多的嘉义文化路公园上 当街强入高中女学生 让附近居民人心惶惶 一号晚间一名高中女学生 补习班下课之后 站在公园路旁等家人接送 突然一名男子上前搭讪 要对方当自己的女朋友 女学生拒绝之后 男子竟然把他压在地上 幸好当时路人经过 及时嚇阻 男子立刻拔腿狂奔 因为遇到这种情形很紧张之后 他想要挣脱 但是那名男子就 看这个情形就把他压倒在地 警方根据路口监视器 巡线找到这名嫌犯 男子坦承 因为患有精神疾病 一时情绪失控 才会对女学生下手 没有按时服药 导致那病情发作 有脱续的行为 幸好当时公园附近 有很多人在运动 才及时把女学生从狼爪救出 不过警方也提醒民众 应该避免独自一个人 在公园内出没 一名有类似的情形再次发生 记者赖声红李思贤 加一报导 我来说 我来说